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苹果手表产品表现项目课程 用CCD来制作一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苹果手表产品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的课程大纲 我们要制作一款产品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对产品的进行一个分析 了解产品的一些功能用途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行对产品建模 那么产品各个部分进行一个建模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产品材质的制作 我们要对产品各个部分的一个材质进行一个详细的制作 最后我们渲染产品的一个效果图 那么这就是我们用CCD制作苹果手表产品的一个课程大纲 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苹果手表这个产品 我们了解苹果手表这款产品可以访问苹果的官方网站 那么它这里面有握持这一项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苹果呢刚发布的第五代苹果手表产品 这里面呢有它的效果图 还有它的一些详细介绍下面 这里面呢这些图呢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图使用 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各个角度的这些图都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呢进行截屏或者保存下来 到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呢放到我们的CCD里面呢进行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表呢它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手表 另一个呢是它的表带部分啊 它可以更换表带 所以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也要从这两部分入手 先是创建我们的这个苹果本身的手表这个部分 然后呢再去创建表带这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官网上呢还有这种细节的效果图 可以看到每一部分的一些细节 这些呢都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都可以进行截图处理 我已经把这个图片呢都保存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我保存下来的苹果的所有的这个参考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45度角的啊 45度角的还有一个正面的啊 你看到这是个正面的 那么还有我们苹果手表的一个参数啊 外观参数 它虽然这个呢是Series 4的啊 就是第四代产品的 但是呢也是跟第五代是一样的啊 基本上外观是一样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参考它这里面的这个高度宽度厚度啊 等等这些参数啊 那么还有它的背面的啊 还有一张背面的 我们看到这是一张背面的小维图啊 那么有了这些参考图之后呢 我们就对整个手表呢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那么它大体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它的这个表体部分啊 这个表的本身的部分 另一部分呢是它的表带部分 那么在这个表体本身的部分上面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旋钮 按键以及这个麦克风开口 以及这个表体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表带连接的地方啊 这开口 以及屏幕部分啊 还有后盖部分等等啊 那么可以分出分出来很多的不同的部位 那么这个表带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这样一个造型啊 是个橡胶的啊 并且呢上面也有开孔 还有金属部分啊 那么通过这个手表的分析呢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每部分的来制作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就对苹果手表本身呢 进行一个制作 那么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小节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学习了 如何获取苹果手表的这些参考图 我们可以访问苹果的官方网站得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又分析了苹果手表各个部分的一个构成 那么大体上分为表身部分跟这个表带部分 到时候我们建模的时候呢 会按照次序呢去建模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